大家好,欢迎来到长熟美,我是长老师 我现在呢,还是在这个美丽的尔湾大学 UCI的校园中间 后边呢,这是一个月桂树 来转一圈 看那儿呢,还有学生这个打羽毛球 这个羽毛球啊,好像基本都是亚洲人打 很多学校都没有这个羽毛球这个项目 有柳树啊,松树啊,还有这个开花的 前面呢,是他的人文学院教学楼 我呢,就想讲一下呢 大家特别关心的学校的安全的问题 尔湾呢,这个城市呢,和别的城市 有特别特别大的不同 起初呢,尔湾是一个大的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呢,属于一个公司 就叫尔湾公司 1959年的时候呢,加州大学呢 希望呢,再建一个分校 请来一个建筑师,威廉·佩雷拉 他呢,在考察十几个城市以后呢 就觉得这个地方呢,适合建一个大学 就去跟尔湾公司来谈 那尔湾公司呢,就给加州大学呢 捐了1000英亩的土地 当然呢,这个尔湾公司呢,给他提个要求 就是说呢,你在这建了大学呢 这个大学呢,他一定要能够 捕涉到这些居民 你干脆把我这个城市也给我设计 所以呢,他就从设计大学的任务呢 变成设计城市的任务 所以呢,在尔湾这个城市呢 它是在1965年 这个期间呢,整个是 人为设计,人为规划出来的 就相当于咱中国的什么呢 就是那种开发区啊,新城啊 它整个都是很好的规划 所以这边的路呢,也非常的宽 哪个地区是商业区啊 哪个地区是娱乐区 哪个地区中学小学 规划的非常非常的好 在这儿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到现在为止 尔湾这个城市呢 还是由尔湾公司 叫尔湾 Corporation 它来管理 比如说这儿的大多数的出租房 那么都是尔湾公司拥有 所以呢,尔湾公司呢 它就也来维护这个城市的治安 它的安全 据说呢,如果有流浪汉在这个尔湾这个城市 要是出现呢 警察呢,会管他们 会把他们给这个请走 或者给到别的地方去安置 那么尔湾这个城市 是在美国的所有城市里 是犯罪率最低的 就是在美国的几百个人的那种城市 中大型城市里面 犯罪率是最低的 尔湾大学呢 也是非常的安全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地呢 是一个学校中心的一个公园 那么它的这个设计呢 就是整个教学楼啊 宿舍楼啊 都是围绕公园这一圈 然后再往去外边呢 校医院啊 学校的这个足球场啊 什么的 然后再往外呢 居民区啊 本地的中小学啊 所以它的这个城市 在一定程度上呢 就是围绕大学 这个公园所建造 所以呢,有很多人听说吧 这个来美国的这些新移民 首选尔湾这个地方呢 那也是因为在这儿呢 非常的新的这样一城市 又是非常的安全 而且整个的这个生活啊 这个设施啊 都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大家呢 都往这儿来 那么还有呢 因为有这个尔湾大学在这儿 作为一个本地的人才的输出 所以呢 在这个附近呢 有很多的 刚才说的暴雪 这个游戏公司 还有呢 什么高通这样的芯片公司 做这个磁盘的公司 都是在学校的周边的创建 来发展起来的 所以呢,在这儿呢 它学生的就业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这儿呢 确实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 留学的目标 一个选择 大家呢 可能在国内呢 就老想着说 哎呀 这个学校的排名怎么样 排名的36的 是不是就不如排名29的 这个NYU 但是呢 如果学生去到这个校园 和去到NYU校园呢 他可能呢 就会忘了 他里面这个排名 七名的这个差别 会有一些学生呢 放弃NYU 选择一个排名更低的 耳湾分校 也是因为呢 在这里 他有更好的生活的质量 安全的系数 那么呢 能够更高兴的 来读完书 并不是说NYU不好 对吧 那有的人喜欢这种 超大型的城市 或者呢 NYU也有电影 学什么的 那么呢 也会选择的 但是呢 在这个学校的选择的时候呢 一定要了解 除了排名之外的 科系啊 它的设置啊 它的这个文化啊 它的安全啊 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啊 到这儿 你要读四年 是不是能够高高兴兴 能够舒服 是不是你周围的这些人 非常友好啊 对吧 那么这些呢 都是考虑的这个因素 不能说呢 咱就只看着排名 来选去哪个学校来读书 那今天呢 咱们就聊这个 加大耳湾分校 UCI安全和它的周边 希望呢 今天讲的内容呢 对大家呢 能有所帮助 选校方面啊 是不是要到这儿 来读本科 来读硕士 可以做一个参考 后人呢 在这个UCI呢 也有很多的学生 而且呢 也有很多学生 从这儿毕业呢 最后呢 都是有非常好的就业 或者呢去读这个博士啊 发展非常好 这儿呢 是一个更容易的 让孩子呢 能够安心安全的 在这儿读书吧 好 那今天聊到这儿 如果你有观点 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最后呢 感谢大家观看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